我們看到在這下頭上 早上是發現超過一百代金的山藥 這是一名八十多歲的阿婆所情的 這名阿婆在最近這幾天 是來往生全業怕你 是照這阿婆的願望 去江湖來學這山藥 結果是學出的超重的山藥 經期初報告的是超過一百代金 外面中的山藥就是民眾在11號 所欲到的超級大山藥 因為原本前阿婆在最近這幾天來往生 她的租路也在最近這幾天回到家裡 因為阿婆有交代 所以阿婆的租路也有害怕 就跟阿婆站到後面去逛 結果就發現這個超級大的大山藥 頭上這樣噴一齣出來 算我們店員就說那個人很大 他沒有人蚊子 叫我們這個年輕人回家去幫我看看 那這頂都算到哪裡去 算兩張的青張 邊爭的手 打到整個兩張都叫我打不下去 那也不知道再大了就對了 對啦 不知道說蚊子蚊子 說一張又蚊子 兩張三張這樣蚊子蚊子蚊子 蚊子蚊子蚊子就沒辦法 叫兩張來蚊子蚊子 經期阿婆的家事表示 這一張山藥的店是生到最大的店 連附近的兩張餅兩張都會分吃 當大家用這個大張的山藥 煮出來之後 正人是決定要出來吃吃看 沒想到這個超級大的山藥 它的果肉是最大的好吃 我上次有摘一些啦 可是回去吃的時候 黃黃的不敢吃啦 昨天我姐姐說要去看一下 我先生就去挖啦 一直挖一直挖到 差不多兩個小時還要挖不完啦 最後就三個人把它抬起來 就生吃了 生吃了 生吃的話我們就用那個 芥末 蜂蜜還有那個 那個什麼那個 煤粉然後直接沾著來吃 那個味道跟口味的話真是嚇嚇叫 晚上的話我們就拿來煮湯 然後的話那個吃起來的話可以說 水的當季的人的 哈哈哈哈哈哈 他就在我們的橫子裡面啦 他說 他說 知道有一個山藥很大的 墓在那裡 他說你看到那個 那個 那個青藥長 有爬山藥的頂子那裡 你對那個 那個順著那個 那個那個 那個檳榔樹下來找 就可以找得到 就這樣 真的找到 真的找到 就我們媽媽就已經過往 就在生的時候 他媽說有一個 你如果有時間去找 找出來大家 先出來吃吃的 目前沾對這個橋去大山藥 處理方式 阿布的主任說表示 在近期來 將這個大山藥分給大家吃 希望大家可以分享到 阿布的愛新山藥 中心門小漢丸小桃報道